徐晓鑫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个是谁在讲的 这是国台办在讲的 这中共在讲的 中共在讲的话 怎么会有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委员 跑去跟美国人讲 这个很奇怪 而且首先第一个 中国有不打中国人吗 笑死 那意思就是说 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才打西藏人 新疆人也不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要打新疆人 到底这个 要不要中国人自己先想好 看所有的历史事实 中国人是专打中国人 不是吗 结果徐晓鑫跑去讲这个 怪不得 他这个在场人士叙述说 提问者一脸困惑 我觉得现在晓鑫应该 已经在问主办单位 有没有当时影像了 因为如果这个叙述是真的 对徐晓鑫很伤 很伤 希望他能够有影像证明 不是真的 不然人家 不然很好像 看到他又变成了立法院里面 第二个中国人立委 可以跟翁晓鑫结成一团 关于QA的部分 徐晓鑫直接说了 因为提问的人是民进党的 所以不需要回答 厉害了 厉害了 现在蓝白只要遇到 不敢答的问题会怎样 首先 step one 先看这个人是不是民进党 如果这个人不是民进党 就像黄国昌一样 他到底代表哪一个党 是不是代表民主进步党 还是社会民主党 如果这个人不是民进党 你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代表民进党 然后你就不跟他对话 那假设这个人是民进党呢 你就说他是民进党 所以我不需要回答他的问题 好扯喔 蓝白这两招合起来无敌了 徐晓鑫和黄国昌两个人 这双剑合璧的时候无敌了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民进党 你都不用一回答他的话 你都不用回答 用民进党大法阻挡一切的质疑 蓝白再这样继续玩下去 你试试看没关系 到时候全国有问题的人 都被你们打成民进党 对 那变成民进党的人越来越多 哇好大喔 对不对 比超过民进党党员还要多了 继续玩这一招试试看 真的很窝囊 白说什么 他们就好往这边走 就好往这边走 这个爽一时 但是要用一辈子来还 哇好爽喔 把行政院的预算全部退回去了 害怕吧 来求我啊 你们立法院黄国昌 你提的意见 你推的法案 为什么要全国所有县市来买单 对 这一退回去 不是只退行 我们的预算也编在里面 对 所有各县市预算都编在里面 桃园的 桃园的六都的各县市的外道 全部编在里面 为什么你不爽 要全国人民来帮你cover呢 关我什么事啊 立法院要乱乱你们的 为什么乱到地方来 对 所以你看 他说因为你藐视博会 所以我要砍你行政院的预算 行政院的预算不是隔魁放口袋的 那是要拨下去给所有的人民使用的 没错 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他说我告诉你 我们蓝白三涨已经协调好了 我们要优先法案在揭闭者保护法 跟财政划分收支法 我们要修正 不是那你总预算都已经退而去了 你在划分什么 那请问你没有预算要怎么执行 我们在公务单位待了这么久 你执行预算就是执行计划 没有预算怎么执行计划 你这个借币者要不要钱 财化法没有钱划什么 全部退回去了划什么 对不对 你不让我过对不对 好 我全部给你打翻都不要了 大家都没得吃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你就算修完了之后 就没有预算 没变预算怎么修 你全部退回去了 对不对 然后严格审查NCC司法院副院长和院长的大法官人事权等等 预算部分针对行政院藐视国会 无视原住民和农民权益的 我们将于中午全部把预算退回去 这不要什么都不要吃吗 对 我告诉大家这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就整个翻桌 我不玩了 这有多严重 行政院说 期盼朝野 我们进一步来朝实职副委方向来走 就是你有意见你讨论吗 你给我一步一步的审 一笔一笔的审 OK 你审到多晚通宵打蛋都好 你不要全部退回 全部退回 可怜的是人民 大家都遭殃 大家都没饭吃 对不对 我对你不爽 大家都一起要肚子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颇及了多少 我告诉你 铁票伤脑青 军公教绝大多数是支持蓝营的 是支持国民党的 对 73万军公教 薪水绝对领得到 我上礼拜我都说过了 你不管这个黄国昌怎么去动预算 人事费是不会动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会动到 调薪 明年元月开始3%的调薪 行政院编了212亿 要支援各市府来做调薪 各地方政府 那这3%就扣掉了 没了 我告诉大家 1月份 甭调了 为什么甭调了 因为卡住了 对 没填给你 还有呢 生育的津贴 像桃园生第一胎3万 生第二胎4万 生第二胎5万 没有了 没了 没了 每个月的这个育儿补助 一胎3000 4000 5000这样下去也没了 长照的没了 设服的没了 老人没了 小孩的没了 今天没了 国防你要买这个 MYA2T战车 对不对 我给你卡住 对 让你没钱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什么事可以开玩笑 安全可以开玩笑吗 照顾小孩可以开玩笑吗 孝顺老人家可以开玩笑吗 所以 这是我们议会的同事 对 他们已经跳出来 直接说 中央编列的预算 交通与建设 包含了 桃园 还有台铁的地下化 70亿 我告诉你 桃园有一个车站 是全国之最 叫做中立火车站 全国最丑的车站 就在那里 那经过票选 全国的火车站 最丑的就是中立车站 今年打掉了 要重盖 那怎么办 没钱啊 没钱啊 就烂在那吧 那怎么办 以前丑还可以用 现在打掉没有了 怎么办 现在是一个临时车站 以前丑的就懵用 现在是连 丑只是 丑也丑出名好不好 可是现在是用一个临时的铁皮 先搭乘一个车站 那就是说过渡期 那未来还要编的预算 你看包含了增加台铁平正的临时站 1亿4500万元 机场连外结 这是门面 你也把它砍掉 这就是我讲中立最丑车站 还有土地的开发2亿6千万 还有农业物流等等 全部弄掉 还包含一个石门水库 到新竹通联管工程 24亿 这个很重要 也停也动 各位 加财超过百亿 这个是为了这个水 水哦 一个是水 二来是能够自动 让这些流沙池 让它更赶紧 蓄水量更多 现在也被动 这不是动 是退回了 不用编了 退回了 到底是这个重要 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到底是地方民生 照顾老人 照顾小孩 还有国防安全重要 还是你的吹哨者 你的面子重要 吹哨者要推可以 要有预算嘛 实质讨论 一条一条省 你好好的省 不用功的方式 就是全部推翻 对 这太不用功了 所以 民进党 国民党讲的 国民党讲说 民进党政府 预算没有编好 不应该花掉 去乱花 要退回重申省 刚好而已 请民进党不要偷换概念 勤勒高雄 不是勤勒高雄 没钱怎么办 你这个国民党的高雄市的党部 你稍微清醒一下好不好 没有钱高雄要怎么建设 没有钱六都要怎么建设 没有钱县市要怎么建设 这都已经我们县市议会都通过 送到中央去 中央省下来的 最后你不要全部退回 你凭什么退回我们地方议会的案子 很奇怪 你立法委员你要退可以 退你家的 你干嘛退我们地方建设 没错 地方建设是经过地方议会讨论 通过沟通 你跟我们退回来 你凭什么退 所以我讲 这个蓝白你要扛得住 这个议会 这个所谓的立法院 你把行政预算全退 你要扛得住 等到你回到地方选区的时候 黄国昌是不用选票的 他是不分区 可是他要选新北 新北他只是说说而已 他只是说我觉得黄国昌 只是要勒索国民党而已 他不怕 他又没有选票的压力 可是蓝营的有 蓝营有很多的基层的立委 他不是靠党 他是靠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脚印 耕耘出来的 我告诉你 这些地方的立委 你电话不被打爆 才怪 一定打爆 我告诉你 随着年底的时间越来越近 压力会越大 有本事你扣 你扣到12月份 你就不要给他过 我看这些军工家 会比赞你算账 我看地方建设 老人小孩设服 还有交通建设 会不会找你算账 有本事你就扣 可是我真的建议 不要拿国家的安定 跟人民的福祉 开玩笑 一笔一笔的逐条副委去审 你审得越仔细 我越佩服你 最不用工作的方式 就是全退 一锅汤全部给你打翻 这真的是没水准 不过讲到立法委员的表现 今天我看到有参与台美什么国防工业会议的成员 拖了一个吻 就是说因为台湾过去那边的代表的国民党是徐晓鑫嘛 民众党是黄珊珊嘛 那徐晓鑫在那个台美国防工业会议上面 有很特别的表现 这个部分我要请阿苗来说明一下 主要是今天有一个脸书的粉专老波 他说他有去听台美国防工业会议 他po了一个笔记嘛 那这个笔记呢 前半段视频八稳 反正大家就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后巧新前面的演讲的部分呢 其实也还好 他用三行讲巧新的演讲 那其实也代表没出什么问题了 重点在后面QA的时候 他写说什么 来大家注意 他说有人问巧新如何平衡双方军被发展的方向 结果徐晓鑫说在他任内不会让战争发生 我以为徐晓鑫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更惊人的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讲 但是如果有的话 如果最后有影片证明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个笑料 但是徐晓鑫如果有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怪不得提问者会一脸困惑嘛 所以中国人会打台湾人 以及中国人会打美国人 中国人会打欧洲人 中国人会打 就是徐晓鑫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个是谁在讲的 这是国台办在讲的 对啊 这中共在讲的 中共在讲的话 怎么会有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委员 跑去跟美国人讲 对 这个很奇怪而且首先第一个 中国有不打中国人吗 笑死 那意思就是说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才打西藏人 新疆人也不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要打新疆人 到底这个要不要中国人自己先想好吧 看所有的历史事实 中国人是专打中国人 不是吗 结果徐晓鑫跑去讲这个 怪不得啦 他这个在场人事叙述说 提问者一脸困惑啦 我觉得现在晓鑫应该已经在问 主办单位有没有当时影像了 因为如果这个叙述是真的 对徐晓鑫很伤 很伤 希望他能够有影像证明不是真的 不然人家 不然很好笑 看到他又变成了立法院里面 第二个中国人立委 可以跟翁晓鑫结成一团 对不对 翁晓鑫要反攻大陆的 那徐晓鑫可以跟他一起反攻大陆 所以翁晓鑫是要打中国人的 因为他要反攻大陆啊 对 接下来呢 更惊人的部分在这里了 另外有一个人提问了 徐晓鑫在选举期间开记者会 抹黑美国NGO Spirit of America 徐晓鑫在选举期间开记者会说 这个美国的单位所到之处都发生战争 所以这个提问的人就问了这个 看能不能请徐立委 当着美国NGO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面前 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这样讲 结果厉害咯 徐立委马上高八度 这个不能怪他 因为他平常可能就是高八度 我们持平和论 持平 用平常骂政府的那一套 开始在会议上 开骂民进党连续几分钟 我就想就奇怪了 这个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呢 人家只是听不懂说为什么你要说 美国的NGO Spirit of America 所到之处都有战争 对 人家请他解释解释 让他说明 结果他开始大骂民进党 对 这也成为了这位老播所形容的 在场来宾都傻眼的笑料 大家在憋笑 真的很 对 很牛头不对吗 然后我刚才已经先一步去看 晓鑫怎么回应了 我们把它平衡报导 好 徐晓鑫他贴出了他的讲稿 中英对照 但是很奇怪 人家又没有说你演讲怎么样 人家只有说你演讲 有放个人宣传照 人家是在讲QA 好吗 结果后面关于QA的部分 徐晓鑫直接说了 因为提问的人是民进党的 所以不需要回答 厉害了 厉害了 现在蓝白只要遇到 不敢答的问题会怎样 首先 step one 先看这个人是不是民进党 如果这个人不是民进党 就像黄国昌一样 他到底代表哪一个党 是不是代表民主进步党 还是社会民主党 如果这个人不是民进党 你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代表民进党 然后你就不跟他对话 那假设这个人是民进党呢 你就说 他是民进党 所以不需要回答他的问题 好扯喔 蓝白 这两招合起来无敌了 徐晓鑫和黄国昌两个人 这个双剑合璧的时候无敌了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民进党 你都不用回答他的话 你都不用回答 用民进党大法阻挡一切的质疑 蓝白再这样继续玩下去 你试试看 没关系 到时候全国有问题的人 都被你们打成民进党 对 那变成民进党的人越来越多 好大喔 对比超过民进党党员还要多了 继续玩这招试试看 好啊 好啊